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108万剂莫德纳疫苗 今晚会从美国运抵台湾 这是我们自购莫德纳疫苗 最大数量的一批到货 后续还会有 对苦等莫德纳的民众 能够充分疏解 也打脸蓝营 批政府没在催货 甚至说为了促销 逼民众打高端 谋财害命 阻挡莫德纳到货 急进抹黑恶毒 那现在送到台湾了 又说政府血性催货 比得上南韩内阁 亲自去催货吗 明明高下立判 蓝营还要硬拗 现在又建议中央 莫德纳要混打BNT 但国际间有这两种 混打的实验吗 蓝营是天马行空 所以自己喜欢混打吗 但却质疑 高端三期试验没完成 不该进行混打的试验 只是试验为什么不行呢 是害怕高端会成功吗 立法院今天开议 行政院长苏贞昌 针对机组员 检疫的三加十一 决策进行专案报告 蓝军又在吵 没拿到报告 看到内容之后 因为里面写着防疫成功 创造二次的防疫奇迹 就跳脚抓狂 的确现在疫情趋缓 蓝军是在不高兴什么呢 蓝营现在要担心 恐怕是张亚中 可能会当选党主席 不仅他民调冲到第一 网络声量更是朱立伦的两倍 深蓝支持者士气大震 张亚真说上任后 会清理李登辉遗毒 所以国民党 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分裂危机呢 但是党内本土派 会坐以待毙吗 邱宇说党内有毁章计划 就是铲除张亚中 嫁祸江启臣 那这些人的共主 是朱立伦吗 而伦为第三的江启臣 会被弃保吗 弃江宝珠 会是党内自保的 最大共识吗 国民党内呢 陷入大乱斗 柯文哲会成了渔翁吗 蓝营基层有人喊 张亚中当选呢 就要退党了 有可能造就 柯文哲的蓝海吗 这场蓝营版图 肖长会如何变化 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的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陈廷飞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次政治评论员 王洁明 大家好 是政治评论员 余梅梅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次国民党 台北市员林明贤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在自然媒体 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关心 108万剂的 莫德纳疫苗 今晚到货 9月初陆续到货的 BNT疫苗 共184万剂 终于完成封肩检验 预计18号 先行配送 75万剂到地方去 最快下周三 9月22号就在校园 全面接种 另外BNT第九轮 将开放给 18到22岁和65岁以上的 民众进行意愿登记 已经在17号中午截止 9月25号就开始施打 而不止BNT 台湾晚间也会有 108万剂莫德纳抵台 指挥中心将先拿出库存 加开莫德纳轮次 提供给75岁以上的 长者施打第二剂 预计29.1万元 9月17号就会开始配送 而即将到货的莫德纳 也会以第二剂为主 我们看到 这是美国直送的 108万剂莫德纳疫苗 今晚抵台 哪些人可以打 是先给第二剂吗 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一批的 这个莫德纳疫苗 可以说是让国人等待已久 那总统府方面就有说了 这批是这个单数量最多的 是因为指挥中心 天天写信 周周视讯会议在催货 先瞧瑞德哥 这批货可以先开放 给谁使用 同时到货 是不是也重重打脸 来应来 对 没错 那么就在昨天早上的时候 中央国民党的一些立委 还跳出来在痛骂政府 那么意思甚至于还有 想要代表国民党 去选2024年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还在那边高喊说什么 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人 去打高端 莫德纳再来打高端 然后最后意思就是说 比较好像是要图立高端 那么所有的人 甚至于喊出来说 疫苗孤儿 然后300多万的打莫德纳的人 没有第二剂等等 事实上如果这个政府 都没有在认真 都没有用心去 等于说购买疫苗跟催疫苗 那你骂他没有问题 重点是不是这个样子 两个多礼拜以前 那么AZ有一批过来 当天其实本人到达台湾的 AZ跟莫德纳加起来 刚好是104万剂 那为什么两个礼拜前 没有来呢 还记不记得 日本不是有这个 相关莫德纳的疫苗 里面被污染了 然后打进去以后 造成两个人死亡 那到现在总共有三个人死亡 那要死不死的是 这一批来自于西班牙的 这个代工厂的 这个莫德纳疫苗 他根本来要运来 台湾的45万剂呢 这个莫德纳疫苗 是同样西班牙的 代工厂出产的 当时是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临时喊咖 就把他咖了 就在澳洲那个地方 要安全的 在待在台湾的立场 我一定要安全 无余我才能够过来嘛 所以临时喊咖 只有AZ过来 那莫德纳没有过来 那其实在这两个礼拜之内之间呢 一直吹一直吹 然后一直 当然我们吹的前提是 还是必须安全的 你要知道莫德纳 这次啊 好像为了疫苗被污染的问题啊 全世界因为这样 短缺了一亿多剂的莫德纳 不是只有台湾啊 不是只有日本被污染啊 然后呢 因为这样子 所以造成我们 不是只有台湾的货 供货呢 受到影响 全世界都受到影响 另外一亿计 可以打在 打在多少人的身上嘛 然后现在呢 好不容易来的 是因为国民党这些利益 他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他就认为 是你这个不用心 就好像辉瑞BNT 明明是 在最后关头 被中共给卡住了 还有一个叫台北市长的人 说他不相信啊 你知道吗 那很简单不相信 站在我是民进党 执政者的立场上 我为什么不买 我讲白了 我为什么不买 不买让人家骂 我买了不去吹 然后呢 吹了不让他到 不让国民党 然后让人家来干扣 我民进党 我是头发抗你 对吧 所以你用这最基本的一个 想就知道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然后呢 今天事实胜于雄变 真简单嘛 所以为什么行政院长 孙生昌他去po 这个已经 你看哦 你自己去看 我们过去莫德纳 都从欧洲过来 对不对 你看这一批108万机 是特别从美国飞过来的 对 然后你就要知道 包括AZ好了 AZ有一段时间 是不是都没有货 对 我们AZ是从 泰国过来的 为什么 泰国有一段时间 那么自己本身 爆发的很严重的 这个疫情 我下面 医护人员怕 两剂中国科兴都没货 没货 然后老百姓 打了第一剂的科兴 也没货 泰国政府又不太敢 去得罪中国嘛 后来才勉强 医护人员第三剂 禁止打 这个等于说科兴 都打AZ 然后国内 他这几千万剂 他虽然有加工AZ 可是问题是他自己的不够用 对 那怎么办呢 你要是今天你是泰国你怎么办 跟印度一样 印度也是AZ的非常大的加工国 他也是扣住 印度是干脆把他自己的疫苗全部扣住 禁止出口 这个你要知道疫苗这个东西现在变成战略物质 但是不能量子 他跟AZ原厂签约了 不能这样做 所以后来包括美国 赶快先印了一批 我记得好像一两百万剂 先给这个等于说这个泰国 先去救急 那救急以后 你看AZ就慢慢慢慢一批一批几十万 几万元运出来了 所以那么至于说 这个要打 通常国民党的这个立委 他们攻击说 你看我们的第二剂的疫苗覆盖率 就四趴 那么少 那你怎么不去看看第一剂的覆盖率 马上放中秋节连续假期 四天跟放中之后 我们已经破百分之五十了 我跟你说 整个亚洲谁能够办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几个月而已 从无到有 然后因为要那么少的情况下 好多好朋友送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想尽办法催货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第一剂马上破百分之五十几 然后现在AZ 在这个礼拜已经开打第二剂了 然后包括莫德纳 但是打过第一剂莫德纳的人 你还是要按照年纪来分 七十五个以上 然后或者是说 像原住民的时间就可以更压低 比如说他六十五岁之类的 然后政府一二三类 很简单嘛 至于有人又在批评说 你看政府第二类 对不对 你看都打莫德纳 不给老百姓打 他们好像这样讲 怎么说比例有多高 一千七百多个人打了一千出头 然后八百多个人打AZ 两百多个人打莫德纳 然后你可以这样讲 我可以这么说 今天很简单 我们台湾分十类人 一二三类先打 可是问题是先打的一二三类 或者是八十五岁七十五岁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 我问你那时候台湾干了什么疫苗都打AZ都打而已 所以当然是打AZ的人比较多嘛 打莫德纳比较少嘛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到现在还是坚持第一季 非打莫德纳不可能年轻人 你要有心理准备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采购的莫德纳 我们自己买的 大概是六百零五万剂 就我们自己买的 后来又加过一百万剂 加上美国送的 还有捷克送的三万剂 两百五万剂 大概有八近八百万剂左右 必须用在第一剂跟第二剂 能够给你们再打第一剂的非常有限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不过好处是说除了今天 一百七十万剂的相关的各式疫苗 会来今天下午晚上陆续到之外 下个礼拜还有 下个礼拜还有 为数不少的疫苗会要来 所以在台湾来讲 事实上不要跟我讲疫苗孤儿了 为什么呢 不要跟我讲疫苗孤儿了 那么全世界都要抢疫苗的情况下 台湾能够有这么多 已经是偷笑了 听说在日本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我那天遇到石板明夫先生 他爸妈去政府通知地下 有就打 没有没有那个什么 你没有的选择 日本没有的选择 没有说我们上网要勾一下 你要哪一个人 没有这回事 政府通知就有什么打什么 就是这样子 世界各国很多到现在 连百分之一疫苗都还没有打 所以能打先打 然后不要再挑三拣四 那如果你坚持挑三拣四 那很抱歉 那是你的选择 我们完全完全尊重 但是你就不要到处嚷嚷说 你是疫苗孤儿 没有疫苗可以打 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是 所以我们看到 这108批的莫德纳疫苗送到之后 那这个指挥中心会加开 让75岁以上的长者 造策施打第二剂 那也开放7月9号前 打过第一剂莫德纳疫苗 而且是间隔10周以上的75岁的长者 这总共大约是29.1万名 所以解决了第二剂 那也许还有一些莫粉 也许是可以打到这个第一剂 那要请教郑浩了 从这个莫德纳疫苗送到之后 是不是让许多谣言不攻自破呢 但是我们看到许多的蓝营 好像还是不死心 继续攻击 包括总统府今天透露了说 因为是指挥中心 天天写信 周周视讯 他们说你写信 比不上人家南韩内阁 去美国催货来的有效了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其实包含我在内 反正莫德纳来 我就给掌声 莫德纳没有来 我就监督政府 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这议题是很简单 就说你的疫苗只要持续来 大家就叮叮 那如果疫苗没有来的话 那批评声就会来 那不满声 因为没打到第二剂 或是第一剂都没打到声音 就会上来 所以其实说一千到一万 都不如疫苗稳定供货 可是来一次疫苗 到来还是继续讲 那这样子就不对 因为我觉得坦白讲 你该做监督就该监督 你该给掌声要给掌声 你这样监督才会有力道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蓝营的事 我先不谈这件事 因为蓝营其实坦白讲 到时候以地很多护航之声 不管 因为他们在这场疫苗战争中 所有该得的分都没有得到 我就有一点变成笑话的感觉 这是实在话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对莫德纳混高端这件事情 我一直心里有个关卡过不去 因为当然李彬英讲说 他们跟莫德纳是兄弟等等 我其实坦白讲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兄弟状况 说心理上过不去 就说你要思考那些会第一剂 要等莫德纳非莫不打人 他对于疫苗就是最挑剔的 他就是真的是希望莫德纳 可是你那些打完莫德纳 就要去打高端 坦白讲心理上这关真的过不去 所以指挥中心 昨天的回应是很好 是学术单位提供 非指挥中心要求 很清楚 我站在学术单位的角度 我本来就都应该研究 因为现在是要实验的阶段 不是要叫民众去打 对学术单位 当然我跟你讲 如果九月十六的回应 放在九月十五的话 我觉得指挥中心一点分都没有扣 因为九月十六当然很清楚 学术单位 他要怎么研究怎么研究 AZ混莫德纳 AZ混高端 莫德纳混高端 高端混什么什么联雅 都可以随便嘛 因为你本来照李平讲的 有机会在第二季打高端的时候 心肌炎的副作用会降低 可是陈世东第一天九月十五号 他说什么 说不见得国外有做台湾才做 否则永远没办法走在前面 有一点为这个实验背书的味道 所以隔天他才改成说 他把立场讲清楚 指挥中心的立场是看科学数据说话 学术单位做事 学术单位是科学证据拿来 专家会议来判断 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所以有时候指挥中心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需要政治幕僚来告诉陈世东 或许陈宗真的是医生出身 然后防疫出身 对于一些政治上 妹妹尴尬不太懂 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些政治幕僚 这对陈宗是极大的考验 每天稀奇古怪的问题 他都要回答 难 真的难 真的很难 因为真的第一件事情 一百题有一题没答对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大量的 这个轰托 群洗工资 所以需要政治幕僚来提醒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事实 然后呢 莫德纳现在要来一百零八万机 对不对 假设之后稳定的话 我觉得很多谣言可以不公自破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 那指挥中心呢 我认为就像刚刚讲 政治的sense要高一点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最重要 李平平说这个BNT 莫德纳如果混高端的话 第二剂可以降低心肌炎的发生 我乐观其成 如果研究做出来 因为现在是台大在做研究 对不对 台大一月研究完之后 一定会投国际期刊 投国际期刊会同财审核 对这个很重要 就跟中国的国药跟科系 为什么大家不敢打原因事业 因为他一片黑箱 没有国际间的同财审核 大家不确定 你说保护力做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这个呢 如果投完同财审核 确实有防心肌炎的时候 回过头来 我觉得在讨论这东西 对高端来说才是比较 但是你说这个莫德纳混高端 那就一定得谈这个 所谓的莫德纳跟BNT混打 因为这是蓝军现在的主张 包括科匹也都说 那李德惟怎么说 他说BNT莫德纳 同计数委 指挥中心舍尽求援 这个实验莫德纳混打高端 他说这是促销高端谋财害命 可以这样讲吗 我先讲我外行人的看法 我外行人看起来 BNT跟莫德纳感觉比较像 都是mRNA 可当然内行人 有他状况东西 所以说现在感觉是 加拿大是直接宣布莫德纳跟BNT 可以混打 加拿大是这样子 那其他国家还没有做类似的实验 所以我觉得如果用指挥中心的立场 或是用台大医院学术研究立场 去研究莫德纳混BNT OK 因为你莫德纳可以研究混高端 你莫德纳混BNT也可以去研究 反正结果如果是好的话 大家都大家一起来使用 结果不好的话 大家一起来承担 反正是研究而已 可是我不认为这件事情 会变成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勾防 是不是企图在带风向呢 我们看到柯P怎么说 他说你担导高端 还没有做完三期实验 就开始研究混打 这算几期 他不知道中央为何不推 莫德纳混打BNT 但就算了 我讲了他们也不会听 所以这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让这个BNT跟这个莫德纳混打 然后让高端没有机会 是害怕高端会成功吗 杰明哥怎么看 我们也包括看到这个读物专家 赵明威有讲了嘛 他说莫德纳混BNT不合逻辑 恐怕会造成严重副作用 但是高端混打莫德纳是比较可行的 好 我们这样讲 柯文哲讲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不要用科学的角度去思考 应该考虑的事情是 现在在民众党跟国民党里面 针对高端还有包括莫德纳 还有BNT的论述是什么 然后他再加码 他其实是这种割韭菜的方式 说这个议题好像已经有被讨论了 因此他后面会补枪 至于有没有科学论证 柯文哲并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评论 柯文哲讲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呢 其实关键点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两个报纸呢 都在攻击 那这篇报纸呢 是联合报的主编头看清楚 哇 这个莫德纳混打高端惹意啊 这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 那你仔细看内容 其实内容里面没有谈到什么东西 就是这句话 就让你想想看 以柯文哲的角度来看 他看到这篇文章 他当然想联合报在攻了 老师讲惹什么意 是惹蓝营的意吧 当然是惹蓝营的意啊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联合报呢 也跟着攻 联合报攻的更厉害 是什么叫做 混打炸锅 打了没 没打你炸什么锅 所以你看到 不论是联合报 跟中国时报呢 都以这个标题来做 主标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 就柯文哲的角度来说 他当然要在这个议题上面 跟国民党争个高低 其实我们谈这个事情 不要真的以为 柯文哲完全针对的是 这个民党政府 其实很大力量呢 他其实在跟国民党争 谁的声音大 那将来你 如果觉得国民党 不值得依靠的话 你可以到民众党 因为我帮你说出心动话 可是老实讲 这是科学问题 怎么会用政治 来建议中央说 什么混什么打呢 柯文哲有科学问题吗 柯文哲满嘴讲科学 其实全都是政治 好不好 我觉得柯文哲的话 就真的到 就是听听就好 那你知道联合报呢 真的是一个 他那是总编辑里面写的文章 我今天特别把它抓出来 这是他们从总编辑里面出来 就表明这场战呢 他们要开打 第一件事啊 他说要高端疫苗出来救援 请问一下 这句话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讲过话吗 没有 他就直接跟你说 是要高端疫苗来出场救援 所以就造成一个话题 那第二件事呢 要让苦等第二季莫德拉民众 混打高端 请问一下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说过这句话吗 没有 所以他先给你栽赃 接着抹黑 抹黑什么呢 他说你看哦 你为什么打不到高端呢 你为什么会混打高端 你为什么混打高端 因为第二类官员呢 打完两季莫德拉比例高达65个百分点 现在已经证明一件事情 其实是地方所推出来消防人员 第一线跟这个比较是救难人员 他们确实四万多季的这个莫德拉的打的人 要最多打AZ嘛 确实有人已经打了 哎 请问一下 这些消防人员不需要被打吗 那你地方政府为什么 为什么要推出这么多人 因为名单都出来了 就是你蓝营的县市给的名单最多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些人呢 所以你看联合报 这个抹黑的能力更强 第三页势啊 他就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打不到第二季莫德拉 是因为中央药员不厌血韩国官员 不劳辛苦的往美国的莫德拉公司催货 这句话 他根本不了解韩国当时的情况 韩国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政府很骄傲 说我们一拿到 我们九月底要百分之来打 就没想到来的货一点点 他们非常没有面子 整个总统的民调大幅的下滑 那因为我们的来源 有来自美国 有来自西班牙 其实西班牙的货量来的话 其实第二季在原本预估 九月二十四号就可以开打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打了 我们现在下个礼拜 现在开打了 所以按照行程 其实没有改变 如果你今天有打 莫德拉第一季的 就是你没有 不是最早那一批 其实包括问蒋先生 他们都知道 他们已经被约定是九月二十四号 所以这都在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时间的控管范围里面 但是他不讲 我觉得最邪恶的部分呢 就是说到这句话 这句话真的超邪恶的 他说指挥中心 已由台大医院 独步全球的莫德拉混打 高端疫苗实验 他这倒国为因啊 是台大医院 他根据当时这个美国国务院 他提供了两个方式来执行同一段的 同样的这个病毒的RNA序列 只不过一个方式呢 是用mRNA去操作 一个是交给台湾 是用次蛋白做 但是他基因序列 跟他的花托 就是这个基因的这个设计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知道吗 我要是这些蓝疫的人 我乐观看台大医院做 为什么呢 万一万一高端打第二剂 因为二十八天后就减盲了 假设高端拿去 摩德拉第一剂摩德拉第二剂高端 他身上抗体的这个效价 没有增加 你就可以攻击了 其实不管怎么样 是哪个疫苗配哪个疫苗 能不能尊重科学专业呢 那现在变成是政治人物 来建议中央 你应该什么打什么 这样适合吗 来明显怎么样看 从莫德纳疫苗到货之后 我们就可以说 因为蓝军之前一直在批评 就说逼民众打高端 谋财害命 阻挡莫德纳到货 那现在呢 就已经打脸的谣言 那现在又要加码 来建议说 BNT跟莫德纳要这个混打 老实讲 这样子蓝疫能够加到分 能够讨到便宜吗 台湾目前的疫苗覆盖率是48% 慢慢提高这不错 那打了莫德纳的部分 是目前打了 第一剂是343万剂 有打第二剂是35万 其中因为我会关心 因为想听的委员 我今天基站 这些人都陈勤 因为他是有时候是那个 6月上许那一批打了莫德纳 很多是专案 譬如说摊商 公车司机 这一些 还有超商的收银员 第一批这一些 他们差不多6月 6月18号 20号那种组 到现在差不多买了 要10周了 打了时间到了 所以那一批除了一到八类 还有这一些的专案 专案这些总共打了50万人 那些人会进去 所以刚好今天有108万剂 进来刚好几十遇了 让他们可以打第二剂 因为指挥中心可以讲 说他们可以打第二剂嘛 所以这一些人可以 应该是优先打了 你包括一到八类 还有包括那个 摊商专案这一些 对打了10周了 可是还是有铁粉 还没有打第一剂的人 要打铁粉 打莫德纳还是有60万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要我们来讲 回到政治性来讲的话 就说因为指挥中心 讲得很清楚嘛 就说让人民有自由选择权 你会算莫德纳 算AZ 还有算BMT 还是选高端 高端现在加一加 有几十万人打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要尊重他们的意愿选择 但是你们蓝营 包括李德卫立委 就不应该说 那个所谓的混打高端 是谋财害命 不管这么讲 这两个对有一些话 稍微收敛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 政治人物对于那个不是专业 所以对有些 当然该监督还是要该监督 push执政党去 赶快把疫苗要进来 这才是关键 美美姐 所以看蓝营恐怕不是这么想 特别去挑出这个问题 所谓的混打 是连让高端做实验的机会 都不愿意给吗 我想蓝营在做 就是政治操作 但是政治人物 你必须要点基本的政治道德 他们为什么拿高端 来做政治操作 其实高端一路走来命运多舛 你想想看 以前就说什么高端炒股 对不对 然后一切阻挡BNT 就是为了高端 那现在莫德纳 现在混打这个高端来做研究 所以就是要你就只能 第二季你就只能打高端 为高端开小门 不然为什么其他的研究 你不做 对不对 如果你从一开始 你就听黑高端的那些话 你是听得进去的 你会觉得逻辑好像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些人才会打折谁棍上 甚至明明你知道的 第一点 人民有选择权 怎么可能强迫你第二季要去打什么 这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 李冰宇医师也讲了 我想陈时中部长也讲 你做这个研究 你单单说 你要一段日子 你怎么可能拿来做第二季救急使用呢 你总是先做一个研究 将来如果他确实是效力更好 然后呢这个副作用也真的减薪了很多 因为我们自己国产疫苗 我们又可以控制这个进程跟数量的话 他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武器 何乐而不为呢 那只是先做这个研究嘛 他只是做一个研究 可是就被扭曲成 你为了你做这个研究是要来挡BNT 挡其他技 为了让高端 对因为高端滞销了 所以你强迫人民接受 那我就请问 如果你一路听黑高端人 你听了真的会生气哦 你的情感是会会鼓动的 因为确实很多莫德纳第一剂人 在苦等第二剂 或者打了第一剂 AZ的人也在想 那我第二剂我可不可以打到BNT 因为BNT看起来有1500万剂 而且进货量很稳定 那我也要希望有这个机会嘛 我旁边好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要讲第一点 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这只是一个研究 如果确实他效力又很好 又比较没有副作用的话 那确实给我们多一个武器 我觉得人民到时候 我们多一个武器何乐不为 但他不是说叫你第二剂 就一定只能混高端 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扭曲是非常不道德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要搞清楚 第二件事情我也会诚恳建议 你为了避免让人 有这种政治炒作空间 那么我觉得 何妨就算是民间自主性的研究 我觉得我们的卫福部 要不要鼓励一下 鼓励什么呢 我们现在不只是高端 你AZ去混高端 或莫德纳混高端 我们要不要鼓励包括 要做本土研究 你的莫德纳去混BNT 或AZ混BNT 那或者说这些的研究 组合也把它一起来做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可以度悠悠众口 那大家会觉得说 政府没有独厚高端 你懂我意思吗 同样都做研究 为什么不一并做了呢 就不能只做高端了 这个其他也要 对 大家都没话说了嘛 虽然这个是说 当然卫福部有讲说 这个是学术单位提研究 那卫福部只是一个窗口 因为你必须要疫苗公司的同意嘛 我们何妨鼓励 多做一点这种研究 那否则的话你知道 我现在已经有朋友在问 为什么药症要这么久 为什么不做其他混打研究 你们就是护航高端 确实有人真的这样误会哦 那你要想想看 在苦等第二季的人 或一直期待混打的人 他确实心中会这种期待 因为我们必须要讲 BNT他确实 他连美国药症都拿到了 他确实也是国际上面的认证 那高端我们知道很好 可是觉得很好 他总是还缺最后的那一步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混打的研究 把这些可能的疫苗也都混进去 我觉得民众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也比较减少政治炒作空间 可是无论如何 我必须要讲 你政治人物这样带风向的结果 其实对防疫没有帮助 你骚扰的民心是更不好的 我觉得再怎么样 至少在防疫这一点上 你要一点起码的政治道德 立法院今天开议 蓝军又在吵说 他们没有拿到报告 我来一晚 整个过程是怎么样 听说他们拿到报告 又撕掉了 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一个闹剧 因为这个3加11的报告 专案报告是国民党要求的 那我们就是照牌 因为我觉得我们坦荡荡 也就是整个过程 到底谁决策的公租于世 然后呢 今天的专案报告 不是苏贞昌报告完就没了 是我们委员是可以咨询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国民党是在害怕什么 如果像你讲的 哇你有多少的证据 证明说3加11就是错误的政策 而且就是因为陈时中部长 做了这样的一个决策 而造成这个大破口 你大可利用咨询的时候 一一的要求陈时中说明清楚 要求苏贞昌说明清楚 没有啊 他就直接说 我就是要要求苏贞昌道歉 我就是要求陈时中道歉 这样子哦 就是完全鬼打墙一样 问都不问就要人家道歉 对然后好 那说那你总是提案嘛 提案来表决嘛 好表决输了 他用大声工 他自己带大声工进去哦 他不管异常的秩序 就是带大声工进去 废洪太在表决输的时候呢 就用大声工又开始骂 说你们要为这些死的人负责 然后你们要道歉 就用这样的一个言语 然后不断的吆喝 然后不断的斥责 我觉得国民党整个乱了套 然后到了整个程序完成 苏贞昌院长要上台报告的时候 他们就冲上去 然后用牌子整个挡住 然后拿的这一份 就是我们的这个专案报告 然后就把它撕掉 就在整个报告台当中撕掉 然后撕掉的时候就说 这些太慢了 这个破洞百出 这个内容根本没有讲到 我们要的 然后呢 没有讲到他们要的 是的 没错 他就说这个根本就是 你们都穿透我的 没有找到他们要的答案 没错 没有就是认为说写的 他说就是写的完全都 都跟你报告啦 你看哦 你说要大事迹整个 到底谁调整的 从109年3月19号 所有的大事迹都跟你讲了 每一天都跟你讲 然后也跟你说决策是谁 这些大事迹都讲了 然后甚至 所有的资料里面 从基础版的3加11 然后呢 到加强版的3加11的决策过程 也都告诉他们了 好他们就为了这句话 他们觉得这是什么报告啊 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最后一句 他说 这个我们从来没有 以锁死的管理方式 来换取防疫成功 一样可以一次又一次 化险为夷 守住疫情 让世界赞叹 请问这有错吗 这没有错啊 他们不觉得成功就对了 对他们不觉得成功 因为他们写防疫成功 他们不接受 他们不认为 所以呢 今天其实 在这份报告里面 当然也要感谢 当然我们在 我们要去调查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 会有这个破口 我一直从过去到现在 我都说一定要调查 但是不是用乱灰 这样灰来灰去的风险 如果说要搞政治 不要这样子搞 你把这些机组人员 他们的辛苦 完全插在脚底下 然后用你自己的政治手段 然后今天这整个闹剧 造成我们又是空转 空转浪费的是 我们未来要去省预算 我们这一次的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会议 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 第一 我们的明年度预算 还有这个疫苗的 还有纾困 还有振兴 这些都非常重要 关于我们台湾的经济 我真的不知道这种闹剧 国民党要搞到什么时候 来来瑞克今天 蓝军的这个动作是什么 是要找战犯吗 特别是好像他们看到内容写说 防疫的成功 创造二次的防疫奇迹 动不了 跳脚抓狂 事实上 三加十一不是不可以检讨 那么问题是三加十一 不应该成为这一次 那么立法院重新开以后 这么大的一个话题 跟动作 为什么呢 事实上在这个 我们所爆发的相关的 这个万华阿公店 整个病整个事件里面 在此之前三加十一 就已经存在了 又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出来的 那么 除此之外呢 重点并不在于三加十一 或是五加几 还是九加几 都不在那个地方 重点不在制度 重点在人 你可以发现 那么少数 我特别强调是 因为我觉得大多绝大多数的这个机师 或者是这个空姐机组人员 人家都是静静夜夜的 一天到晚在忍受 跟这个飞到哪里去以后 就居家隔离 或者是飞到哪里去以后 就到这个防疫旅馆去 每年都忍受这样的 还要不断的弄鼻子 弄鼻孔 然后皮斯亚检测 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奉公熟 都是非常循规蹈矩的人 但就有少数的机师 那不守规矩嘛 但你战场不能乱找 为什么呢 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其实从这个五月十二号开始 一直衍生的相关的 这个快接近四个月以来的疫情期间 本来这个战场 国民党是占了便宜的 你没有发现 中央国民党的党主席江锦臣 不仅没有占便宜 还让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连任之路 充满了荆棘 你没有发现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比他更会做秀嘛 对不对 那个做秀的人 一天到晚开记者会通骂中央嘛 把自己昨天还把他打 昨天还打了自己防疫分数85分 我的天哪 那个人大家都知道是谁嘛 对不对 很简单嘛 85分 如果没有这个 等于说中央列行疫情指挥中心帮忙 没有王毕生帮忙 北农跟华南市长整个病棋的时候 要怎样 你已经摸到乱七八糟 还打自己85分了 但问题是 国民党就没有他的能力嘛 他懂得赶快 今天来这个等于说做秀 明天这个地方就抢风头 然后没多久呢 昨天讲的今天自己打耳光 不是这个样子吗 把人家王毕生戳骂一顿 对不对 只会打走走看 只会走走看看这样子而已嘛 说下命令都是我 那隔天就赶快讲说 哎呀这个做人不能这样 所以呢事实上 重点不在于制度重点在圆 国民党你可以攻罚可以 不过不能乱打 一打再打打了以后就 你会发现国民党一直攻 一直打一直骂 最后呢好像都打到棉花一样 那最后也没有得力 然后民调也没有上升 不够了 连江启臣自己 可能也因为这样主席不保 何必呢 你要打集中火力 那么你认为什么东西不对 就打 昨天早上一个记者会 还在那边讲说疫苗孤儿了 怎么办 今天马上172万计人家就到了 不会应该 我想国民党应该不会有 那么不要脸的人 不会讲说 是因为我们开了记者会 人家才运来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吗 因为过去就发生过 这样子 过去发生过 我们早知道疫苗已经准备要上飞机 他们后来啊 开完记者会以后发现 啊 给谁闭呀 疫苗来了 你知道怎么讲 他说是因为我们开记者会 人家疫苗受到压力 疫苗不得已才过来的 他们有巧疫苗才有来 对 那事实上 你要打 你要攻防 政治攻防不是不行 但我觉得乱无章法 毫无章法 最后呢 变成了到处都乱打 都乱打 打了以后好像什么事 你都反对 那我问你嘛 莫怪你看这一次马上 国民党要投票 七成以上都是65岁以上的党员啊 所以呢 为什么年轻人 为什么中间选民 你没有办法吸引到他们 就是因为你们乱无章法的 乱反对嘛 好 再来关心国民党主席选举 下周六就要投票了 现在候选人呢 是打成一团 国民党党魁选举倒数 朱立伦 张亚忠 两人强打空战 分别上广播节目 隔空互嗆 火药味十足 2016年你输了300多万票 你的得票率只有31.04 请问还不够弱吗 双方你来我往 仔细眼看张亚忠 身世崛起 原本朱江对决 演变成朱张对决 党内担心 要是让统派张亚忠真的当选 恐怕会引爆退党潮 气将保朱传言盛销成上 江启车听了道士不以为意 现在谁当选都不知道 其实我非常有信心我会连任 所以也不要有这些过多的担心 那我说不能选一个最弱的 就是让国民党变更弱 不能选偏锋 让国民党走极端 请问一下推动两岸和平 结束敌对状态 算是极端吗 好我们看到现在张亚忠的民调呢 是一飞冲天啊 已经是这个超朱赶江了 已经是到第一了 第二名是朱立伦 第三是江启程 那特别是在网路声量的部分 张亚忠也夺下了六成三 他几乎是朱立伦的两倍有余 所以要请教正浩了 现在呢对于这个韩粉群组 现在是嘛是非常的振奋 是不是是他们觉得找到 好像是有韩国瑜的寄托了吗 这是一个量变造成质变的过程 什么意思呢 当然张亚忠刚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选项 所以呢他的民调在八月三号 到八月五号的时候 只有四点多趴 可是随着呢他拿关刀 去民进党党部那边挥来挥去 然后呢在政见会的时候 怒呛朱立伦 那讲我要去北京签和平协议 毫不掩饰自己统派的这种风格的时候 开始旁边有一些国民党内部的极端蓝 或叫做统一蓝在他身边 开始帮他做梗图 发简讯 在这边疯传 然后他一些短影片也开始传 接着呢一些过去的挺寒的直播主 挺寒的YouTuber 就开始访问张亚忠 不访问还好 一访问点阅率都很高 五万十万十五万二十万都有 接着呢 因为这些挺寒直播主 靠什么靠点阅率靠斗内嘛 全世界直播主都一样 既然发现哎呦 播张亚忠有搞头 那就一窝蜂开始播啊 起风了嘛 所以这是一个量变造成直变的过程嘛 所以呢 现在张亚忠 我先不论结果 可是货真价实是 张亚忠已经从一个 完全不可能是选项的人 变成选项之一 而且是叫做张朱对决嘛 那朱立伦紧张了 朱立伦当然紧张 紧张得不得了嘛 这件事情是事实 而且传开大家都紧张 不只朱立伦紧张 所有要选举的来营都很紧张啊 对 明显哥也紧张 侯友宜紧张 卢秀燕紧张啊 来我补充一下 朱立伦他說 民进党希望国民党选出最弱 最极端的候选人啊 可是这样会不会得罪深蓝 那张亚忠怎么回应 他說你才最弱呢 2016年你输三百万票还不够啊 那他上任后还要清理登会的余毒 你知道这是在干嘛吗 打嘴炮 打嘴炮嘛 那朱立伦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嘛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 我先一件事一件事讲 我先讲朱江 这时候应该要有态度 朱立伦跟江启臣 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敢跟极端蓝 红统蓝分手 你选上党主席 你也不敢分手了 今天张亚洲 为什么获得大家很多 国民党内部极端蓝 红统蓝的支持 因为他不避讳自己是统派 他直接说我要去中国 去北京去见习近平 去签和平协议嘛 那我想问哦 你江启臣或是朱立伦 你再怎么装 你装不过张亚洲嘛 你再怎么装 你也没人家正统嘛 对不对 你江启臣还很认真 贴一篇报纸广告 或数据人进来发大财 你学不像嘛 所以说你现在只有一个选项 你继续装 继续装 可是你装不起张亚洲 你越装越进入到张亚洲 那样的逻辑里面的时候 你最后就是落选 可是呢 你这时候如果拉开 跟张亚洲距离 告诉大家说我们国民党内部 不应该有这种红统蓝 有 你去新党 跟国民党没关系 国民党是中华民国派 拉出这样的差距 你才有机会赢 选举的本质是什么 是选择 选择本质是选项 什么时候会有选择障碍 是每一个选项都很类似的时候 你才会有选择障碍 可是你非要拉开选项 跟选项之间差距的时候 才会有人选择你 所以呢 朱立伦跟江启臣 现在面临到一个国民党最大通病 不敢得罪党内的极端民意 可是你不敢得罪党内极端民意的结果是什么 被党内的极端民意牵的鼻子走 是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张亚洲选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直认为国民党 现在面临到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困境 就说慢慢统统化 然后轻中化 然后国民党民调还有支持者 就慢慢维缩 可张亚洲选上不一样 他变废水煮青蛙 一下就要100度 废水煮青蛙会发生什么事情 马上滚烫的 但凡有一点知觉 还有能够跳的青蛙 都会从这个锅子里面跳出去 什么意思呢 废水煮青蛙 青蛙一下感觉完蛋我要跳 对不对 可是太大只 太庞大 太盘根错节跳不出去 什么意思 这个庞大指的不是体积 是包含像侯友宜 盧秀燕或明贤哥 就真的有名的 他跳不出去 可是会谁会跳 一些在上面没有知名度 可是在地方的市议员 县议员代表乡镇市长里长 那些东西他平常他会当选 我以市议员为例 他4%靠自己组织经营 2%靠政党招牌 他也没有什么媒体知名度 他马上转到民众党去嘛 或是用五党籍参选嘛 那转到民众党去 我就吃柯文哲2% 再加上我自己经营的4% 4加2 6%我市议员就当选了嘛 所以为什么说张亚中选上 会造成国民党实质分裂 就来自于是大咖的 当然像蒋公安侯友宜 盧秀燕不可能退党 有名的也没办法退党 可是下面那些真正基层的 会跑走 这才是国民党的危机 是的确蓝营的基层 会不会跑走 我稍微再请教明贤 先请教瑞德哥 现在是不是株章对决的态势呢 因为这个张亚中说 他上任后会清理李登辉遗毒 同时我们看到邱毅怎么讲 邱毅他说有一个毁章计划 就是铲除张亚中嫁祸江启臣 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呢 就是李登辉留在党内的余孽 就是选间小组召集人曾永泉 那朱立伦是这群人 勇戴的共主 所以呢 这是不是血腥味出来了呢 你看这些人 那么现在这样的言论呢 国民党的党主席 选举结果都还没出来 就已经开始内斗准备分裂了嘛 对 对 这样子台下老会老弟 那不可能说 选举结束了以后 不管是谁当选 然后我们又两手一握 一笑敏恩仇 不可能的事情嘛 一定台下 有我没你 很简单嘛 到截至目前为止 那么国民党的四位 这个党主席的候选人呢 还是朱立伦有拼命 但是不要小看张亚中 为什么呢 张亚中他跟韩国瑜 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韩国瑜的崛起 是刚好在那个时候 那个情况之下 那可是韩国瑜呢 他是擅长用包装的方法 那个下那个很很 煽动性的标题嘛 豁出去 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听起来好棒 迪士尼 然后什么东西 无关 说到很大通的就对了 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他是空的 可是张亚中不一样 台大政治智系教授 他会包装啊 只是有时候难免秀过头 他如果没台没钱 去拿那三张支票出来 三张的本票 不是支票的本票 就红袖柱那个事情啊 说要去马来西亚借钱啊 就反而砸了自己的脚 就做梦也想不到 不知道幕后主使者是谁 到现在还没有人承认嘛 那个把张亚中说 攻击这个其他候选人为由 把他送考机会 甚至于隔天的这个证监会 这个不办了 这个下去了以后呢 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都让张亚中成了悲剧英雄 你要剥夺 剥夺他的相关的这个参与感嘛 我举个人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问你嘛 韩国瑜有没有参加过 中国国民党的当主席的参选过 有啊 那时候韩国瑜第一票落选 对不对 可是你怎么想到 没多久而已 韩国瑜必应该被引用 必应该撒他家里管 没有人想象得到 所以张亚中也是一样啊 你不要小看他的影响力 为什么 有特定的媒体 特定的网路媒体等等 他们利于想尽办法 就把张亚中弄上去 然后紧接而来 你可以发现 韩粉 韩粉现在大概已经实力不及 韩国瑜全盛时级的五成 我说太多了 因为我感觉到韩粉 所以我最了解嘛 然后呢 但是你要知道 韩粉的社群网站 你在说什么 非中不投 无中交友 你知道吗 到这种程度 已经这样子了 好熟啊 你没有发现这句标语好熟啊 对不对 非中不投 意思是非张亚中不投 那无中交友 我宁可去交友 都不理你国民党 那现在重点来了 张亚中到底会不会当选 不知道 但是呢 有两项针对中国国民党党员 所做的民调 我要特别强调 不要小看 如果他是做 针对我们大家 这个随机的民调 那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投票权嘛 那网路的那个民调也没有意义 也可以灌水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要专门针对中国国民党 要拿到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名册 那些并不是难事啦 你参选过中国国民党的这个 等于说党主席 都会拿到一篇光碟 里面都有嘛 那这一次连民调 做民调这些好像手上也有耶 因为我遇到好几个 中国国民党的朋友 他们都不约而同 接过这个民调电话 那如果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的民调是有参考意义的 参考意义什么意思 当 张亚中的民调在国民党内 第一次超过朱立伦的时候 我跟他讲朱立伦阵营 我说真的 然后呢可能也是一时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那个氛围有点像是 韩国瑜刚崛起那个时候的样子 那因为嫌国民党的这些支持者 尤其是申南的 嫌江启臣太软弱 然后呢又不喜欢这个等于说朱立伦 那所以这个时候刚好你看张亚中讲的话 连朱立伦最痛恨最恨人家提起的 美国宪明事件都拿起来讲 那他已经杀到刀刀剑骨了 可是我跟你讲 我如果是张亚中我没有包袱 他是最没有包袱的人 他如果没算到也没问题 没有政治前途就算 然后所以呢 他不能杀 连逼货都讲出来了 逼货下面叫C卡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他什么都敢讲 这个做法不是跟韩国瑜很像吗 整个作风走向不是都一样吗 对那朱立伦他讲 民进党最希望国民党选出最弱最极端的候选人 这句话会不会反效果呢 我告诉你反效果是让张亚中的支持者 还有那些韩粉越凝聚 但有个好处 本来说国民党的投票率都很低啊 三成以下 但是呢张亚中对吧 他如果真的出来 你忘了张亚中是集统派 他跟共产党是要去签所谓的什么两岸和平协议啊 那站在中国外面 民党要选去呢 民党不是要选总统跟理会委员的 是要选地方的县市首长跟地方的议员 还有地方的乡镇市长乡民代表 如果民进党也好 还是其他的对手给你踩一个牌棒 票头某某某 支持共产党 你就出来了 我问你嘛 如果全国都是这样牌棒 会不会影响到选情 当然会啊 为什么因为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中国国民党现在 在地方比较有影响能力 其实叫做地方派系 讲话派系叫地方派系 就是地方本省级为主的嘛 这些人以前是挖在国民党旁边 为什么国民党有钱 有党产嘛 另外国民党有权 司法权耶 是 他发起司法侦办 你有机会再见了嘛 对吧 现在中国国民党什么都没有 钱没有了 连司法影响能力都没有了 那现在是大于中国国民党 我问你 如果张牙中真的来 如果张牙中跟共产党的关系 被人来大作文章 会影响到地方的选举 包括议员首当其冲 縣市首长 他自己本身可能因为条阿克 又万条的对吧 议员再见了 我跟你说 我个人预估明年 明年底至少掉七个国民党的议员嘛 你看一大堆人都跑去高雄选 你就知道了嘛 那我问你 这些人要怎么 这些人包括基层的这个国民党 我跟你讲 要嘛 干脆我脱离中国国民党 用五党领选 另外有些人 我问你 柯文哲他不会遭详纳判 撞大他民众党的声势吗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张牙中真的当选了以后 中国国民党至少 我说坦白的 至少元气死一半 然后呢 紧接而来 民众党会趁机想要撞大 然后呢 渔翁得利当然就是民进党啦 不过民进党也有他的危机啦 因为如果张亚中真的当选了 我怕民进党 明年出来算的人会太多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争嘛 你知道吗 因为难得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 所以你不要小看张亚中当选 这个国民党当主席 他一人生计三个党的未来跟前途 对 所以我们看到 株章对决的结果呢 现在整个蓝营内部 是不是呈现出一个大乱斗的情况呢 杰明哥怎么看 特别是在张亚中说 上任之后会清理李登辉遗毒喔 哇这个简直是那个血腥味已经弥漫了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 如果张上任之后 是有可能造成那所谓的分裂 清党的情况吗 这是一个高招 你知道你只要把李登辉 你这个名字一抬出来之后 那国民党那些深蓝的 甚至默蓝的 就会莫名其妙的兴奋 因为他们认为 尤其像赵召范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组织新党 就是因为李登辉他们认为 背叛了国民党的价值 这是可以直接呼喊 那一群曾经就觉得 我被这个国民党背弃啊 或是被李登辉压榨这些人 他内心深处那种非常莫名的兴奋 我这不是乱讲 来看一下他们的群组 非常精彩啊 这是替张永中设计的一个叫 张永中中华结议 这个同盟会的这个组织 就是他的后援会 然后呢马上就把名单拿出来了 这名单太精彩了 第一名是谁呢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是李登辉提拔的 把马英九也打成是遗毒啊 对对对这太精彩了 因为我们知道前阵子就是为了要这个 让这个事情平静 马英九站出来嘛 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吵了 他是列为第一名 那接下来就林盛文 那为什么是林盛文呢 因为林盛文现在支持朱立伦嘛 那当然就要讲到连战 那连战是谁提拔的 当然是李登辉啊 所以连盛文也中了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以下名单 非常精彩 赵绍康 因为挺朱立伦 所以是李登辉的遗留 拜托赵绍康当时是反李登辉 才设立新党了 对不起 一样进来 因为他支持朱立伦 朱立伦是不是李登辉支持的 所以要清洗 我觉得最精彩是要清洗的是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诸侯侯友宜 侯友宜现在国民党民调第一名 新北市最重要的条卡 他说他叫蓝皮绿谷 直接要清理 那我比较特别是蒋万安也在名字上面了 蒋万安 我的天啊 因为蒋万安支持转型正义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转型正义委员会 他这个李 蒋万安是说要做赔偿嘛 然后当然更不要说 吴登玉跟王金明的全部都含在里面 那讲王金明是蓝皮绿谷 讲吴登玉是李登辉提拔 我这个名单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排长叫好 太棒了 全部清理干净 然后把英九也踢掉 我觉得你知道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心中充满了乐趣 我就喜欢国民党有一群正义人士 把李登辉的遗毒全部除掉 那你想想看哦 这一除哦 当时李登辉其实担任这个党主席 要担任总统时间非常长 所以你说早一辈的这国民党的人 哪一个跟李登辉没有关系啊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大沙盘 那才清不清光了 我觉得真的开心到极致啊 但是另外最开心的事情呢 其实是内劫张亚中的故事 这个少委让我讲一下 因为这个太精彩了 那这个张亚中是说 现在已经有结婚了 有小孩了 不要再提这个事情 可是这个事情非常精彩 是因为这就是张亚中的个性 在2006年的时候 他认识了一位张姓的股市名人 他真的是股市名人哦 他在股市街非常有名气 那他们有交往 那交往之后呢 在2006年的1月份呢 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张姓的股市名人 就是他是朋友嘛 是亲密的朋友 说我有些钱哦 你可以帮我操作股票吗 他说但是我不能用我的名项 因为用名项我是台大教授 不好用 所以呢他就连续三次会砍了 给了这位张姓的股市名人 250万 208万跟206万 自己主动会的哦 总共会了664万 那这个张姓的女子也替他操作股票 那那时候呢 一档股票很厉害叫红准 所以他就把他买了一堆红准 是有赚钱的 然后呢到了就是经过5个月后 到了2060的6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张姓的这个股市名人呢 就打电话给这个张亚中说 哎我不要帮你代操了 我钱给你赶快 你过来赶快跟我清算 我要跟你结算 结果呢张亚中呢直接告他炸漆 那问题在这个地方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一上法庭的时候呢 这位张姓的股市名人就说一句话说 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被你代操吗 因为你劈腿 这是这位这个女性讲的 所以你同时间交了两个女朋友 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帮你去代操了 结果张亚中就生气了 你诈欺 你的支票不对线 然后最我觉得最精彩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位张姓的股市名人 他在这个媒体上讲一句话说 我们两个没有亲密关系吗 请问一下你现在开的车是谁买的 所以连张亚中当时买的车子 都是这位张姓的股市名人 这就是所谓的毁章计划吗 这不是当然不是 这次毁张姓女子的 这个是张姓的 连这种绯闻也把它拖出来了 没有问题是这个事情是 这不是毁张亚中计划 而是张亚中自己去提告 那这事情在2008年 这是确有歧视就对了 确有歧视 2008年的时候这个判决出来的 他的这个张姓的这位亲密的 这位股市名人胜诉 因为法官认为 这是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感情纠纷 投资纠纷 这对张亚中是不利的 不利的消息 当然这个事情不利啊 这可以视为是国民党内 可能是本土派的反扑吗 因为既然邱毅提了 什么曾永泉朱立元 是这些人感觉两方要厮杀 那本土派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吧 我终观全局 这明显就是国民党内部人 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嘛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张亚中 就是这种人 按照这位张姓 他所交往的张姓股市名人的看法 他就是有劈腿前科 还拿人家车子 还告人家诈欺 不过整个故事里面的对于这些所谓的张亚中的这个粉丝呢 他们就说一句话 这就是民进党拿出来弄的 其实我认为不是 可是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 现在支持张亚中的人已经激进到处 已经是极致的兴奋 那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孔秀柱到韩国瑜到张亚中 这一脉可的追行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能小叙 所以从这次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外界恐怕真的是瞠目结舌 怎么会算到变了呢 那这个江启臣沦为第三 那江启臣现在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好像传出有所谓的什么 要弃江吗 要保朱吗 甚至有人说他是不是要弃选呢 所以他就说战斗到底绝不退却了 到底这消息是怎么出来的呢 那甚至还有蓝营的明代 基层就说了 本来没打算去投票了 但是见张亚中呢 来势汹汹 这下不止呢要去投 还要吹票 要号召装缴基层的党员 投票就党 这要请教明显了 现在蓝营的基层到底是如何看待 张亚中这样绅士冲到第一呢 最近台北市议会开议 很多议员都在 然后我们开党团大会 确实有讨论到这个 很多人都持这个样子 很多议员都持这样的意见 因为今天媒体好多 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不是说某A讲 或哪一个议员讲 变成有一个集体的共识 大家要去投票 要去投票了 要去投上 有点伤脑筋了 就是说 第一个选党主席出来 就是说你要振兴国民党 振兴国民党就是两岸 怎么样恢复怎么样 两岸现在在野党不是两岸 就是说现在两岸要怎么负担 是执政党的责任啊 你这一党现在也没有任何公权力 那你又不是代表海基会 你是怎么说 所以如果振兴国民党是明年 2022选举 要说打得比较重要吧 国民党现在现主席的 董主席他要做什么 明年就要拿名 拿名 譬如说张老师我这样说就好了 他逛派的他抹目 譬如台南平东派的他抹目 他要怎么整合 明先说这个不是当务之急 明年选举才是当务之急 你怎么去协调整合 你对地方派系谁你了不了解 哪一个最优秀 张老师这样 他算是在学术界算是很资深的大前辈 可是他的理论 有没有经过实物去检验吗 如果这一套行得通的话 应该去选举啊 公子嘛 譬如说去选立委 那甚至去可以选县市长或选议员 他去可以接受民意的去洗礼嘛 如果这一套行得通的话 那就没问题 可是他的使命是要去跟对岸签和平协议 那学者很多都有人这种主张嘛 主张两岸要和平要同意 可是这个声音不是目前国民党内部的主流嘛 这事实就是这样啊 当然对田北人很欢迎 张亚忠来做国民党主席 这样他就比较好 他的想法当然有他的论述基础 也有他的理念 也有他的坚持 不过那不是国民党自贸 那现主席的主流不是现在的循环嘛 但是你看到他的主张会不会批批刀 他说上任后要清理遗毒呢 哦这个肃杀之气很重 包括李前总统 包括这一些过去都是国民党过去的历史嘛 那你说这样所有要清理遗毒 那你说说每一个人要洗脑 要脑筋脑细胞拿到多少 你现在是米平三口 要去尊重历史嘛 是国民党一贯的论述的立场 那不是这样子 你把它撕裂何必呢 是不是造成那个分裂 对嘛 你说如果假设啦 真的民党有一些作法 我认为说稍微撕裂 你现在如果一样的作法 要去那把它撕裂何必呢 只怕你米盒三口都来不及 你要去把它撕裂 所以这样 不过刚刚不知道 应该是瑞德大哥说到嘛 我有看我们当晚的资料 我们七十三以上是六十块以上 这渐七三 这是我们很大的危机 我们四十块以下的 只有占了三趴 才一万多人 这是国民党目前很大的一个危机嘛 所以你说现在要去吹票是这些年轻的去投票 是吗 就很多人要去救党 也不是救党啦 照着正常去投 可是为什么 一个现象是这样 第一个为什么说过去在选举期间 他们很多主张论述都说 为什么要争取这七十趴的支持 因为年纪比较偏高的这一些 包括你不要说那些全部都生懒 有一些当然他认为说比较年纪偏长 他想法就是会有特定的想法嘛 那争取这些族群支持的时候 那种程度你跟台湾的主流的声音会不会脱节 我认为会啊 所以未来不认哪一个主席 不认江或租上去的时候 第一个他要多争取一些年轻人加入国民党 不是说我说争取加入是你自己当然要做改变嘛 不是说我集体入党就叫做青年入党了 不是这样子啦 从集体的真正的做法 我觉得第一个国民党要拉近跟台湾主流民意 就是说从党员结构拉近跟台湾的人口结构要拉近 那第二个包括做法很多要做改变 可是现在还不积极啦 现在奥勒拜都被拴东朱先 所以大家有危机感会去投票 我觉得这个美式报道是事实啦 我会去投啦 所以你也会去投 那朱立伦讲这个话你觉得有帮助吗 对他个人有帮助 还是说反而会 你觉得会反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阵子 国民党内斗真的第一个 让社会让党内都看笑话 对国民党是受伤啦 那对朱跟江也没有加分啦 现在还唯一有加分的 都被张老师变成唯一他有加分嘛 我觉得这都不是好现象 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觉得党主席的选举 其实跟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一开始你看哦 朱立伦他要操作的 他过去调动是不是 对那天在辩论的时候 然后一辩论完 张亚中的这个整个在网路的 民调整个跑上来 声量整个跑上来 他就哇你看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1450 又在搞鬼了 他错了 民进党不会管这个东西 你不要忘了 这个在共产党 他还有很多小反红翻墙的 你要去注意这一块 所以但是你看 这个朱立伦从之前一直 那个概念就是说 都是民进党 那如果说今天张亚中的 这个张女事件 又是民进党 到底民进党这么厉害 一下子可以搞 可以搞这个张亚中 一下子可以搞朱立伦 朱立伦整个从头到尾 对他整个真是一直往下 甚至被张亚中 他的操作可能搞错方向 整个都搞错了 而且他一直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 他忘了他现在整个区块 已经有一点板块在移动了 是张亚中确实 已经在这个时候有往上 所以刚刚明贤所讲的 我们在基层听到的是 真的很多国民党原本 原本不要去投票 他觉得反正一定朱立伦当选 结果现在真的 除了他们自己去投票 他们还会吹票 所以其实朱立伦在这一波 是变相的他得力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一波的民调 到底谁操作 可能是朱立伦操作的 就在国民党陷入这个党主席 大内斗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的民众党成了余翁吗 来瑞瑞怎么看 蓝印基层有人喊说 张亚中葬选 他就要退党 所以这有可能让这个柯文哲 反而吸纳这些 从国民党出走的人吗 你忘了那么柯文哲 最近这几天 接受某人的这个专访了以后 直接讲了 人家挑明的讲 2024年如果他要选总统 说要跟郭台铭比民调 别人不讲 就讲郭台铭 比民调 如果他这个民调比较高 他出来选总统 那人家问他说 那如果郭台铭比较高呢 那就支持郭台铭比选总统 还是要去获得 希望能够得到 包括赵少康 包括侯友宜的支持 他从头到尾讲的这几个人 都是泛男阵营里面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发现 柯文哲现在跟绿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绿营的好处 也就是说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说 哥哥鼎音 还要分什么三成五成的绿营的票 他现在我发现 现在绿营里面的支持者 非常讨厌他 非常讨厌柯文哲 已经兼闭亲眼了 对 然后他自己本身呢 也在笑想说 我如果能够年轻人的票 支持他的柯粉 然后再从国民党这边 拉一些拉一些过来 你看他用的人卸立功 对不对 卸立功 最近不是又拉了一个 前国民党的相关的议员吗 等等了 然后他就在想这个事情 可是事实是这样 他在台北市听说那么有些区 本来要一区选一个议员 民众党 现在可能有些区要推两个嘛 那如果中国国民党 中国民党党主席 下个礼拜六开票出来 真的是张亚中的话 真的是张亚中的话 我说不是你明显 卡币稍后知道而已 可能所有的 全国的中国国民党的 民意代表跟县市所长 心来呛一下 再来该怎么办 你知道吗 他会想那跟红秀柱不一样 柱柱姐再怎么样 都不会像张亚中这样 你知道吗 可张亚中他挑明的讲 我就要怎样就要怎样 那你要知道 令不出国民党问题在于说 我是挂你国民党的 堪胖在选举啊 尤其是全国这么多的派系 派系三头 现在以前靠你 我靠你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靠我 说我没听到就是这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第一件事情 我当然就是你们听过 慈禧太后的时候 八国联军东南至宝运动 大家就切割了 里头恰咬咬咬 漂亮人 够死命啊 你知道吗 到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当然你说张亚中 一无事出吗 不是的 张亚中他自己本身 有他的论述 有他什么 我们现在看的是 在中国国民党 跟在全国的重大的 明年底的首当其冲的选举 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没办法 这是属性 因为在台湾的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都没办法接受 张亚中的这个理论嘛 要不然的话 你看每一年的统派的支持者 越来越低 越来越少 然后对中国共产党的讨厌程度 就跟美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一样 越来越高 所以如果 我不能讲不幸 因为还要尊重36万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选择 如果 不小心 如果 也不是不小心 因为他们自己去投票的 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有 所谓的气宝效应 气宝效应 我跟你讲 这次中国国民党的投票率会很高 为什么 因为倒也未必说 一定是全部为了支持朱立伦 但是怕张亚中当选 所以会弃江 我告诉你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个 反正无所谓 国民党当主席 那要什么嘛 谁当选也不一样 不是的 一旦当选 又在如此紧绷的态势之下 对不对 现在如果是张亚中的话 哇我的天啊 当然你说 柯文哲会爽 爽啊 我从头到尾 不相信柯文哲 要选高雄市长 这样的谎言 话是谁说的 鸣嘴说吃变 当时候柯文哲自己讲的 对 可问题是 柯文哲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不会 他当过两任的台北市长 依他自己本身自大自傲的程度 他一定是选总统 但是选总统之前 他马上明年12月25号 他没有台北市长的相关的行政资源 所以他怎么办 他当然要使他的地盘越到越好嘛 那如果张亚东这时候 真的当选了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对他民众党来讲 民众党最厉害的就是 我给他挖一挖 我给他挖一挖 我跟你讲 剪不管什么菜 剪到篮子里面都是菜 通常都是从绿的 还是从篮的里面剪嘛 他只能这样剪啊 不然怎么办 他吸引不到真正的所谓A咖进来嘛 那地方派系会两个 中共国民党赖以为是 两个反应 第一个就是退党 五党级竞选 你知道吗 然后我只要保住我自己就好 因为我算计说我不好听 不是在靠在国民党 是我靠我自己嘛 那另外一个不一定 另外一个搞不好去挖 是搞事情说柯文哲 至少还有誓名 我问你嘛 柯文哲跟张亚中两个来助选 你要哪一个来助选 那就好了 算一算好像看 可能觉得科僻还比较好 对啊 我问你啊 张亚中来助选 我们一定要支持 我们的好选人 好选人当选了以后呢 我们以后有机会 签两个和平协议 我就扶你了 王先生 整个就倒了 走到哪里 倒到哪里 你知道吗 可是柯文哲来了以后 他会脸小的 对不对 对他来讲 所以柯文哲 如果这是张亚中的话 那真的是爽到这个柯文哲 不过到底最后会 国民党会淪落成第二在野党 那我就不知道 蓝明贤 因为你刚刚说 这个七成是六十五岁以上 所以照这个趋势 看起来是有可能 张亚中非常希望得到 这个党主席吗 但是说基层 到底要怎么样 现在变成说 是要弃江保朱吗 这礼拜中秋节 你让我中秋节好过一点好吗 你让我中秋节 跪到皮皮疙瘩 确实我听到很多 原本投票可能没有那么热情 没有那么高 现在确实会去投票 所以我认为这次投票率会高 原本预期大概不会太高 有些人对朱跟江选择性 就说难以抉择嘛 也不想说当坏人 两个投谁 因为都好朋友嘛 那确实听到基层 确实投票率真的这几天 危机桿会起来会去投 所以那假设如果那种情况 那变成说你说基层有些要脱党 要退党 那会跑去民众党吗 就说你看柯文哲最近 真的包括这一两年来 柯文哲不是越来越蓝吗 跟蓝军的重叠性越来越高吗 我连听到很多 我市议会的同事来讲 他在国阵上 就说他们不会去修理柯文哲 反而会去支持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一直在打民进党 所以很多包括市议会的同事 他们只有在监督市政层次而已 那当柯文哲炮打民党中央的时候 炮打民党执政的时候 市议会同事是会暗暗叫好的 所以包括我遇到很多 我们基层的支持者说 柯文哲打民党打得很好 光这蓝白重叠之下 柯文哲对蓝军有没有吸引力 有啊 如果假设真的张老师上去的话 会不会有类似这种跳船潮 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 而且相当有可能 而且你看柯文哲的民众 包括谢力公当秘书长 还有包括这些他拉了很多 都是我们蓝军的一些 过去的基层的一些力量 那包括柯文哲最近 你看接受赵绍康赵先生专访 接受陈文倩专访 他过去有上过这种比较 比较青蓝的媒体的平台 很少吧 所以从他的论述 从他的做法 还有包括他在那个 就是说在挖角的过程中 显然看到民众党越来越蓝 所以他过去是国民党的2.0 如果假设未来真的 国民党选举真的出现一个 最坏的情况 会不会变成国民党1.0 从原版的国民党的 不要讲山寨版 比较青蓝的 就说旁边 那现在变成国民党的蓝军的主流的话 那完全就颠倒过来 就刚刚瑞德说 如果张亚中跟柯P站台两个一比较 那基层会怎么选择 选举最简单 选举就两票 两票跟选票 谁选票最多 当然靠选票 谁是台湾主流民意 谁是多数民意 要争取支持 那最简单 所以我刚刚讲 说与其要领导一个政党的人 至少要经过 至少要有基层民意去洗礼过 他才能知道 台湾基层民意的想法是什么 没有经过选举 那要领导一个政党 我觉得有难度 你包括选佛伦社选私职会 你至少也有基本的民意的选择 所以 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 不能跟基层民意脱离 脱离太遥远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蓝宜基层现在恐怕是 对于国民党来说 恐怕是会面临一个震撼 那但是对于柯P来讲 显然是一个大好机会了 对柯文哲来讲 那简直是大传特传 如果是张牙中当选的话 其实柯文哲现在已经不断的 在挖国民党的墙角了 他已经从绿营 很华丽的转身到蓝营去了 而且非常的有野心 他就是要放眼2024 他会说要选总统 因为选总统 不管选不选得上 至少募款就大赚一票 我先提醒大家这一点 那对柯文哲来讲 过去是很辛苦的拉夫 拉谢理工拉谁 那个别的 如果是张牙中当选 那不得了 那不是一个个拉 那是整盘拉 那国民党很可能会面临什么 你要不就是大量的有人出走 重整 瓦解 分裂 就是这样 就越来越小就对了 越来越小 因为他一定会走到极端化去 党主席 因为张牙中 他的实命 他就是要推动他的一个中国 他就是要去什么两岸和平备忘录 那你一定是整个红统化去的 上任之后还要清党 对还要清党 那我问你这个党 他当然是越来越小 那所以说呢 目前国民党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候 我会认为说 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两强捉对厮杀 你看得出来大概就是朱立伦跟张亚中 朱将对决 那江启臣抱歉 如果这个态势再继续下去 他真的很可能就被边缘化 气 将保朱 这个声音一定会运作 而且一定会发酵 甚至我们都不排除 到时候为了民意代表们 或是县市长们要连任 要自救的话 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 集体来表态 都不排除 因为你只要想想看 如果是张亚中当选的话 那请问一下 只要到时候挂布条 支持某某某就是支持张亚中 其他人是怎么选 不是有人就说蒋万安也不用选了 不用选了 蒋万安是根本不会出来选 可能不会出来选 张亚中上蒋万安就不选了嘛 那我问你 一些县市长要连任的怕不怕 担不担心 那党主席要出来帮你站台 你要吗 你最后卖来 但是你就算卖来 支持某某 支持侯友宜 就是支持张亚中 你觉得侯友宜心里头会怎么讲 支持国民党去签和平协议 对 这杀伤力超大 那就完蛋了